大家聽吳醫生說 發現大腸出事時 便會大便有血 一說到這件事 手機旁邊的人突然會怯一怯 去完廁所後 痔瘡發作 是否痔瘡是腸癌的先兆 其實不是 你剛才帶出了三個問題 第一 原來十個有大腸癌的人 有七個都是無症狀 十個裏面有七個都是無症狀 不是看到大便有血 就說有病 這是第二點 原來真正正到有出血 大部份人都不是大腸癌 大部份人都不是 很多時我們將所有東西 丟在一起後 大家便會有個誤解 我一出血便一定是生腸癌 或者我不出血便一定是沒有腸癌 兩樣都是錯的 至於牽涉到 這就是痔瘡的問題 痔瘡是很常見的都市病 香港其實很多人都有 在有痔瘡的情況下 肛門確實容易出血 痔瘡是甚麼呢 痔瘡其實是一個靜脈曲張 即是血管在肛門附近腫起了 既不是一粒瘡 亦不是一粒東西 其實是一泡血管 當血管裂了、爆炸、弄損後 便會出血 出血後 其實自己慢慢地會收回 很多時 不會百分百分百出血不止 所以若果有痔瘡出血 就絕不代表 痔瘡會生了病 有些人會說 我生了痔瘡 所以下一期便會腸癌 絕對沒有這一次 但為何會有這個誤解 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由于有痔瘡出血 然后他久而久之调以轻心 什么意思呢 这次他大便出血 其实他是痔瘡 他自己感觉到肛门会痛 去看医生,医生也说是痔瘡 第二次他肛门出血 然后又去看医生,医生也说是痔瘡 看了十次 然后他每次都知道 其实我是肛门出血,是痔瘡出血 然后去到第十一次出血 医生也不用看了 我自己知道自己是痔瘡出血 谁知道原来就是第十一次 其实刚好在肛门里有时 脱出血,然后他不知 血量和形状是否跟痔瘡一样 因为痔瘡可以是鲜血 你会痛,在痔瘡时 是否跟大肠癌的血是一样 是可以一样的 当然可以不同 但可以完全一样分不到 所以很多时候人们说 我生了痔瘡很多年后 突然间就变成痔瘡 往往不是这样 往往是由于痔瘡 他出血出得太久 然后他根本自己 都不再去理会这件事 也从来没有去照顾过大肠 到最后才会变成一件事 是否跟去厕所的次数是相关的 如果残渣留在痔瘡太久 始终也没有那么好 如果去厕所时 排毒排毒排毒 是真的可以帮忙的 谷得非常非常之久 当然就没有那么好 但若纯粹说尋常的便秘 很多时候要用很大力去拖 已经是可以导致痔瘡发生 但这个痔瘡发生痔 也不等于大肠癌 不会高危一些 例如有些人习惯 我三天去一次厕所 我比你日去的危险 又不可以这么说 因为可能是三天去一次 清过天天去的 因为有些人天天去 但去少少 腸里面还有很多东西 根本还没磨出来 有些人说要全部去 我怎知道是全部去 自己的感觉 到底是胀胀胀胀的 其实若果真正有一些 我们叫慢性便秘的病人 他们很多时候自己会感觉到 虽然有大便去 但去完之后是不满足的 什么叫不满足 他安置完之后 好像觉得大便 仍然会阻塞着痔瘡 顶住 即是急 只不过太硬 或者太入 他安置不了 甚至乎夸张一点 就是拉在肛门口 不出不入 因为太硬 他一直用刺纸去抹 抹复也不能抹 这些都是排便不干净的指标